加上服务费一共付了3893元 没有人告诉我这里要服务费呀 吃4000块钱的日料是什么样子体验呢 上这道菜的时候我着实觉得值回票价太美了 然后挖了一勺毛豆配鱼子酱 那没啥事了 哈喽哈喽今天是唐欣啊 老虚 之前我们发过一期花了2000块钱 吃上海最有名的数十餐厅的那期的点赞 突破1万了 超级感谢大家 所以答应大家的吃贵的餐厅特辑第二期来了 今天我们要去达卡的呢 是去吃航程最贵日料 是一家环食料理店 定睛呢我们已经付好了一间中午的餐厅 现在就出发 它这个感觉很好 一路走过来 不得不说呢 这周围的环境是真的很好哦 有一种疏远感 然后呢他们也会提供给每一个定位者客人会 一个单独的包厢 里面的环境很宽敞 然后桌子也非常大 而且从包厢里到外 看出去的风景也是很不错 这个呢就是我们今日的菜单 我们的菜呢会根据写这个东这个地方开始这样 依次的上过来 我们的第一道菜呢叫做枝豆茶碗蒸 它的样子颜值真的是很高 它最下面呢就是蒸鸡蛋 上面的是毛豆粒 然后最上面的是鱼子酱 整个吃起来没有觉得有特别多的味道 总的来说就是大家在家里吃的那种鸡蛋的味道 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啊 它这个毛豆排列的样子非常的好看 然后它鱼子酱的量也够 所以你吃起来的时候 那个海鲜的那种鲜味还是很明显的 虽然它大部分90%是蒸鸡蛋的味道 但是有10%的时候你会觉得嗯好鲜啊 你有感受到我是在夸它吗 没有 第二道菜的话它是一套的 就是这样一小套 然后里面有四个主要要吃的东西 它说是有个吃的顺序的 一个呢是先吃茄子 然后再吃这个非常好看的牙肝 再吃鲜鱼白子的这个手握 然后最后吃一个鸡蛋还有一个黑豆啊 这种第一个茄子的话 它上面有一点点的点嘴 蒸茄子 吃起来却有一种熏烤的茄子的味道 第二个吃是这个招财猫 它看上去的样子就是招财猫的味化 但是打开以后里面是有个鸭肝还有寿司 不过也是我们平时吃到那种硬硬的鸭肝 其实非常的像鹅肝的那种湿润的口感 茄子寿司呢就比较大颗 然后上面的刺身是真的新鲜 然后最后面吃那个玉子烧毛豆 就是你们能想象到的味道 然后你们可以看到最上面的是鳗鱼 然后中间的是 有两层的腐竹 最下面的是糖渍的冬瓜 然后再下面这个汤汁这样有点抽抽的样子 是一个菠菜的脂肪 它相比较我们平时吃的普烧鳗鱼来说 没有那么的弹牙或者是这么的嫩 这个很像温州的叫做巴西 我们看到这个丸子 也就是日本的叫法式征战以外呢 还有个非常像萝卜的东西 我刚刚一度觉得它就是小萝卜 我刚刚去查了一下也问了一下 这个叫做无清 还有一个羊肚菌 一点点像寿司锅一样带着甜甜的味道 但是同时它又有点柴鱼片的味道 它口感就是它是非常大的保留了鱼肉 和贝味的那种本身的口感 有点绵绵画画的口感 这个摆盘我觉得超好看 有小树叶的装饰 还有木头的装饰 还有整个就很像大自然的感觉 里面有三盘的肉肉 然后一个酱油 一个芥末 看上去呢是有一点点淡淡的炙烤 或者黑黑的颜色 这个指甲就是你们能想象的 贝类的那种很清新的 铃铛上面有一层冻层的酱 然后这个酱里面有很多很细的葱花 它的这个酱很特别 这个酱里面吃到一些很明显的紫苏的味道 我觉得这个三千块钱他只要给我上十道 二十道这个银昌鱼这么一小点 我就觉得只会票价的感觉 你们现在知道我老婆钱有多少片了吗 你一开口我就知道你要diss我 接着我们吃的这道呢叫做干鸟 上面呢是鸟鱼 然后你会看到这个鸟鱼上面是有鱼鳞的 它是配着鱼鳞一起去炸的 配着这个鱼鳞一起给它吃掉 它的气度是能跟你的耳朵起到共鸣的 就很像你在柴耳的那种稀稀疏疏的声音 调味比较淡但是口感比较特别 咚咚咚 家居这道非常像外星生物的一道菜 叫做鸡煮黑豹 来我们把鲍鱼裹上了这个酱汁一起吃 我懂了 鲁个字 翡翠白玉根 但是不得不说 它这个鲍鱼还是非常之嫩的 叫做山椒和牛卷 你能看到上面有这种山椒 一颗一颗的 可以看到的是它这份饭拌好以后 它的三文鱼肉是真的很多 就是我都觉得这个饭是一个辅助 但是它的三文鱼片是多到令人发指的 然后它还有一个随餐的味噌汤 然后有一份小菜 这个小菜呢上面是一个昆布以及白萝卜 它上面是一份净干蜜瓜以及这个梅叶的水羊羹 然后刚刚小姐姐介绍的是用樱花跟红豆做底做出来的水羊羹 然后还有份饮品它叫做抹茶 据说是吃完所有的东西以后最后去喝的 它觉得是带咸的 包着这个水羊羹 然后这个梅片吃起来就是化眉那种咸咸酸酸酸的味道 这可以说是我喝到最苦的抹茶了 有点像在喝浓茶 也有点像在喝中药的那种苦的味道 它是一点回甘都没有的抹茶 这里的套餐是1588 我开了一瓶酒200多 加上服务费一共付了3893元 没有人告诉我这里要多费呀 其实这整顿吃下来感觉他们家服务是真的非常的不错的 然后周边的环境跟店内的环境也都不错 但至于吃的这整顿体验下来4000块钱两个人 你们觉得值不值呢 然后可以弹幕告诉我们 我个人的感觉会溢价会有一点点高 好啦这就是这期的全部内容 依然是点赞过外 我们就会更新下一家 就是在上海的老洋房之最贵素食餐厅 然后大家加油 然后我们下期再见